洗衣 做饭 清扫 清洁 但我们觉得这只基本功能 更重要的是其他它是一个陪伴 它是家里的一个成员 它能够听得懂你说的话 它能够主动地关注你们家的成员的健康 我们设计的产品并不是说想替代 专业的这种家政服务人员 它在操作的精度上 包括这些做家务速度上 还没有能够达得像专业家长人员那么快 但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补充 我们的机器人是一个具备仿生人脸 和微表情的这样的机器人 它具备灵巧手 还有双足行走技术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广泛地 用一些文旅场景 还有在一些工业应用场景 来电替人去做关于表情 关于手势 关于声音与智能座舱交互一些工作 来期待人工去做24小时的这样的测试 在这汽车工厂里面主要是支检 还有搬运 还有就是我们的分检 包括我们的车轮的螺丝孔位的检测 还有就是我们logo标签的 贴牌的标签的检测 还有就是我们中央零部件 比如空调的一些 标签 零部件的检测 还有就是搬运 我们在工厂里面去做15公斤的搬运 人机协作 这样的更好的去减少我们的工人的疲惫度 还有就是与人机协作更好的 加重了我们智慧工厂的建设 我们集成了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大模型 主动的去观察你家人的一些身体状况 整体能够让这种家庭 这种生活更加健康 你可以给它理解肥是一个大玩具 大玩具能够陪伴你 一起玩 然后还是顺便帮你把一些家务事干了 我们新的园的工厂 它的工位 它的操作空间都是适合于人的 所以要契合人的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研发了人型机器人 第二个就是人型机器人 是集成了所有先进技术 它有大老小老 可以控制姿态 所以满足我们现在的商业工业 还有就是我们的家庭陪伴的这些场景的需求 机器人做人不愿意做的事 比如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他刚开始做什么 叫3D的工作 3D dangerous 很危险 你要人去做很危险 我们让机器人去做 dirty 很脏 人不愿意做让机器人 dall 很繁琐繁重的工作 就是3D工作 进一步的角度来说 人的功能是有限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们希望机器人 不仅能代替人 做人不愿意做的事 同时要做人做不了的事 比如在微纳米环境中 人看不见摸不着 是不是 但我们用机器人的技术 把看不见摸不着的 变成能看见能摸着 能够操作 能够加工 能够制造 为了也让机器人变得智能化 我们要从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不是简单地模仿 更不是在结构上模仿 是吧 我们要在本质上理解 然后运用这里面的规律 来控制机器人 这是很关键的